剧场不就是和二郎神自己打一番 我觉得他自己打自己还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我要出演二郎神这个角色 我也是等他上了线之后 我才知道说是二郎神的这个建模 看到你建模是二郎神 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这天的太激动了 好多朋友也给我发了一信 给我发消息说 快看快看你是不是你 建模的过程是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 他们自己独立设计的那种 360度无死角的相机 组成了一个球形的一个球体 然后我们演员本人要进到里边去 坐在一个定点上 去采集你的面部表情 所有的表情这样去 就做出来各种五花八门的表情 都不是咱们正常人能想象到的那种东西 反正就是很猙獰或者说很浮夸这种感觉 最后把这些采集到的全部表情通过电脑合成 做出来最终的这种角色的表现 是这样的 你还有印象做过多少表情了吗 大概得有个五六十种吧 最难的是我要两只眼睛瞪到我最大的程度 把眼睛瞪大 然后嘴巴也要张开 然后整个面部表情是那种特别愤怒的感觉 因为当时在拍摄的时候 它有很多灯光 它同时会刺激的 人的眼睛会受到刺激 就举不住的会流泪 那个动作大概拍了有十分钟吧 最后才觉得效果不错 这样才过